我想问一下 柚子皮真的可以出甲犬吗 江湖上有个说法 吃完的柚子不要扔 把皮留下 可以全打异味 脚踢甲犬 堪称是水果界的夜问 但问题是 就这么个说法 居然还真有人信 温馨提示 本条视频让你最笨的朋友来看 很多生活小妙招 之所以让你无法分辨 就是因为它假 但又不完全假 就像柚子皮这个事 你说它能掩盖异味 这没毛病 哪怕它的海绵状内壁 不能吸附味道 就它本身那股清香 也能压抑啊 所以很多人是听了上半段 就觉得下半段应该也是对的 但没有这个道理 根据研究表明 柚子皮对空气中的有害物质 并没有什么吸附作用 而对甲犬而言 甚至可能会加重污染 因为柚子皮中含有大量的水分 挥发之后会造成空气湿度的增加 而甲犬这种物质的挥发 跟环境湿度呈正相关 说白了 你越湿它挥发得越快 所以啊 出甲犬这个事 别总想着用柚子皮 碳包这种小妙招 你真想解决 还是得找正规君 空气净化器 这两年房市遇冷 大家都知道 但有意思的是 新房装修后必备的空气净化器 销量却不降反升 这就说明啊 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为健康买单 但在群雄逐鹿的空进市场 怎么挑选一台专业 且能有效除全的净化器 这也是有门道的 从整个市场来看 价位分布 从一千到两万都有 那有些副歌直接盲选 来台两万的 这个咱没脾气 但如果质量相同 价格能做到更低 当然就最好 这事儿呢 咱们国产净化器中的老大哥 352非常擅长 从它的外号 你就能听出来 堆料侠 主打的 就是千元的价格 万元的品质 而352的起家 跟雾霾还有很大关系 2013年前后 随着国内雾霾天气爆发 大量的外国空进巨头 开始涌入中国市场 2014年4月 352的创始人李静松 在北京成立了 352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从此一匹国产黑马 开始纵横空进市场 2023年 更是成为了空气净化器的 那句话 良心的价格 更高的品质 像我家现在用的 就是352空气净化器 X88C 外观是灰白配色 简洁大气 边角做成了圆弧形 细节满满 另外还搭配了四支万象轮 方便移动 但是这些呢 我都不想多介绍 因为一个好的空气净化器 无关好看或者方便 主要是你得管用 而专业度这方面 X88C确实给了我不少惊喜 首先 它采用的是高端净化器 必备的塔式结构 空气从下方吸入 经过四层过滤 至于大家关心的甲醛 X88C自有一套办法 相比于传统的单一分解 X88C采用了活性碳和催化剂 双重分解 不仅通过全解分子塞 将甲醛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并且将残留的固化物 牢牢锁在活性碳上 以此达到彻底净化甲醛的目的 另外 X88C不仅是除全效果好 净化装修污染产生的异味 同样优秀 一小时的TVOC去除率 达到了99.8% 使用后最大的感觉 就是开启352净化器 家里基本就没有其他异味了 当然光能净化也不行 空气质量怎么样 你得靠检测 而X88C的空气检测能力 足足有六重 不仅能监测温度 湿度和PM2.5数值 还能监测到甲醛 TVOC和过敏源数据 让你对净化器的净化效果 做到心中有数 综合来看 352空气净化器X88C 在5000多元价位 做到了万元品质 如果你也需要一台空气净化器 那我建议 X88C是一个优秀的选择